就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就一名疑似北京特工在英国议会的频繁可疑渗透活动发出警告后 中国今天周五嘲讽有些人007电影看多了 幻想出了一个杰慕斯邦德式的情节 据英国军情五处指控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娜里的中国女性 涉嫌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故意从事政治干预活动 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周五透露 泽连斯基建议召开由他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三方会谈 可以视频的方式举行以便化解乌克兰与俄罗斯边界危机 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莫斯科对此的回应 美国已经表示持欢迎的态度 人权观察组织警告称 中国正利用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洗刷 及掩盖其人权记录 呼吁各国加入外交抵制行动 人权观察的执行主任说 中国政府显然是想利用北京冬奥会来粉饰和洗刷其可怕的镇压行为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此前 以中国在东都决散侵犯人权为由 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据总统府新闻局消息 托卡耶夫总统14日签署命令 提前解除国内四个地区的紧张状态 根据总统令 于1月5日期 在齐姆肯特省 东亚州 突厥斯坦州和卡拉干达州 实施的紧急状态将解除 俄罗斯政府周五表示 已经代曝了名为Revel的 仓孔犯罪垃圾软件集团的成员 该集团被指责对美国商业和关键基础设施 进行了重大攻击 在美国当局的要求下中断了其业务 中东六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 本周相继访问中国 分析人士将中国在一周内与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 巴林 阿曼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会晤 解读为中国希望确保能源进口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 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周次告诉国会 我们已经决定将英格兰自我隔离期缩短至五天 从周一起确诊官兵的人 只要从第六天起 两次官兵检测结果都成阴性的话 便可以结束隔离